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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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平板显示产与新医药 生物与新医药 也是我是重点培植的产业 眼下厦门已经把生物与新医药 列入135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之中 数据显示 目前我是共有生物与新医药企业 超过600家 去年上半年 全市生物与新医药产业 实现产值约198亿元 2011年至2015年产值年均增长达26% 一项项尖端生物医药技术和产品 正不断地从厦门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由我市企业研发的长效干扰素派格斌 在去年10月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正式投产 11月下旬开始进入全国各大医疗机构及定点药店销售 作为厦门生物医药港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派格斌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支持产权的长效干扰素 也是我国2016年也来第一个获批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福建省近十年来第一个治疗用国家医的新药 派格斌适用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治疗 目前已经获得中国 美国 日本及欧洲等 30多个国家专利授权 成功突破了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专利封锁 因为我们是有自主自主产权的 这样子就有可能把这整个药的价格降下来 因为打破了国外两个大药厂的那个垄断 那么也可以就是说在降低经济负担的同时 它的药品的可及性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有一个保障 2002年这一项目正式立项 之后的研发临床试验取得新药证书 整个历程长达14年 它的上市不仅打破了国外同类产品的长期垄断 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仅国内市场就拥有每年数十亿元的市场潜力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 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产品主要以仿制药为主 特保生物在创立之初也把仿制药研发作为主攻方向 直到2002年起将研究方向转向自主知识产权药物的研发 围绕着重大传染病 肿瘤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开创了五个一类新药的项目 并坚持每年以销售额25%左右的资金投入创新性研发 我们意识到如果在防治药这个领域里面可能会面临到更大的一个市场竞争 我们就希望在生物医药领域里面通过持续的创新 把一个知识点能够真正转化成可治疗老百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不仅可以实现我们公司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价值 那同时呢我想就是说把一些新的一个知识点转化 通过创新转化为创新的一个药品能够解决更多老百姓的病痛的问题 除了派格宾成功上市外 特宝生物目前还拥有四个国家生物制药一类新药 十多个具有重大市场潜力的项目在研 并承担多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 如国家1015 1215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八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两项党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用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沉淀 在技术上面的这一部分的积累 能够慢慢的就是说有一定的研发能力 研创能力 直到真正的能够把一个做出研创药来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标杆 我们也承担了厦门生物医药复发器的这个功能 在某种程度上 我才也促进了整个海上生物医药杆的企业的一个发展 我想我们一直坚信 生物医药领域里面的这个创新 一定是能够带动产业的一个发展 也同时也能够带动整个城市的创新的一个发展 目前五市已经在海仓形成了 占地10平方公里的厦门生物医药港 这个生物医药港也是东南沿海最大的 生物与新医药产业基地 在未来五年 五市将力争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维持年均25%以上的增长率 至2020年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成为又一条千亿产业链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在经济新常态下 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面临着许多新趋势 新机遇 新挑战 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家推动下 大量传统产业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转型升级过程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要推动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在厦门也有不少智能制造企业可圈可点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 眼前这款尚未完工的机器人 是针对特大尺寸弓箭加工而设计的 机械手被安装在一个可三项行走的轨道上 加工时可以到达弓箭的任意一个位置 功能就要蹲在地上 那弓箭摆在地上 它从头跑到尾可能几米长的弓箭 对它来说劳动强度是非常大 甚至包括弓箭要翻面的时候 它就要动用航车或者插车 那种比较重型设备又增加很多危险性 那样才能完成它的操作 那用了我们这台设备之后 它只要把东西放上去之后 那按一下一个按钮 它这个我们机器人 就会帮它替代人工完成它的所有的作业 在航天斯尔特的厂房里 看不到成堆摆放的产品 原因就在于每个客户提出的 都是个性化的需求 每台设备都是研发人员量身定制的 设备完工之后就可以交付使用 因其个性化非标准化定制 航天斯尔特目前年销售额可达两亿元 像我们公司实际上从设备上 从这个整个规模上实际上不算是很大 但我们厂值那么高 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人员是集中在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能力 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提供一个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然后又把这个方案实现 在客户现场实现 包括技术人员 我们的设计机械 电器 编程 还有我们的调试 这些是我们占了比较大比例的一个技术投入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入 工业企业对于机器换工的需求也持续增长 这为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 不过记者从航天斯尔特了解到 机器换工不是简单的自动化生产 也不仅仅是替代单一岗位 而是发展到全生产线智能运行 甚至还出现智能车间 随着我们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这个信息化要求越来越高 那智能制造最核心就是把这个自动化 跟信息化这两化融合到一起 中间通过我们很多做这个数据的这个采集 数据的分析 最后到数据的劫测 最后有这个产品数据化 流程数据化 甚至整线的这个数据化的工厂 数据化车间 甚至从未来到客户端的连接 供应商的连接 对于航天斯尔特而言 每一个客户的要求都是全新的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挑战 对研发人员来说 创新观念就是企业最大的生产力 很多东西还是现在没标准 那就是说我们要边自己做 又要去边做一些标准的构架 还有很多东西是无中生有的 那我们就去做研发 所以这几年我们也不断的去积累 满多了我们的专利 包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 这些研发人员工程师 他们要有非常大的这种创造性 创新精神 就是每一个项目都不同 每个项目里面很多节点 都是前所未有的 要去突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今后五年 我是要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动力 推动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对于创新发展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建设创新型城市 除了丰富的创新资源 和充满活力的创新主体外 还要有高效的创新服务和政府治理 以及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这就要求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着力深化改革创新 激发各行各业创新的活力 我们原来的政府的 你说组织创新 它原来都是条条框框的 比如说我的一个 这个某一个领导 保护这某几个行业 但是其实真正来说 它组织要创新要融合 组织如果都没有融合的话 那其实就格类的 互相协调就很困难 我认为企业也一定要重视 说怎么去重温用好科技 去带来企业的变革 包括这个商业模式的变革 或者它的经营方式的变革 抓住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契机 厦门正不断推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未来将着力实现集成电路和智能制造产业产值 突破千亿 此外 我是将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搭建创新平台 同时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 那么在互动平台上呢 观众朋友们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认为随着中国目前国内人口红利的下降 智能制造可以降低人工成本 提高产品的品质 应该是将来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觉得现在创新呢 肯定是国家未来一个大的 就好的方向嘛 因为国家战略也提出了 中国制造2025 那创新肯定是未来第一的一个生产力 好的 感谢以上观众朋友 在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我们评价一个城市的创新水平 经常会用到科技研发经费投入这个指标 在2010年 厦门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 占生产总值比重为2.47% 2015年提升至3.03%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64% 到2020年 我是将力争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 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 经济提速增效离不开创新 创新引领着未来城市发展 相信我是以创新驱动为引擎 将推动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使企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好的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刷一刷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明晚通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